哈喽大家好 上期视频呢 咱们聊到这个行李箱 我是在皮诺多上买到一个行李箱 但是那个行李箱是30寸的 我拿回来之后呢 这个行李箱不对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然后看一下我和皮诺多商家的聊天记录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打开聊天 然后这上面没有他的聊天记录 然后咱们再打开个人中心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然后咱们去打开个人中心 然后点击全部 然后咱们找到那个商家 然后咱们看一下商家的回复 我呢 就是问他 这个尺寸为什么不符 他说怎么会 尺寸不符呢 然后他说 你拍个照 或者就是量一下那个尺寸 然后给我们发一个视频 然后呢 我把那个尺寸给他拍过去 然后他看了之后呢 他说让我给他好评 然后 给我反 13块钱 也就是 差价嘛 然后他给我发小了 然后我说 你先给我 就是 反正我的差价 然后13块钱 我再给你五星好评 不行吗 然后他非要让我给他五星好评 你看这样商家 自己的货 尺寸发错了 还要让我跟他好评 然后我说 你给我好评 你给我就是 退钱不退 然后他说 你给我好评 一直就这样退位 就是说 让我给他点收获 然后还给他五星好评 没办法呢 我找那个 拼多多那个官方 然后我去投诉他们 然后拼多多官方 然后受理之后呢 让他退给我13块钱 然后我就跟他发小姐说 我说 现在好了吗 非要客户介入 现在的拼多商家也是的 你自己做错事啊 还要让别人给你好评 不给你好评 还不给别人退钱 有这样的道理吗 做错事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于这样商家 大家有什么看法 留言一下 好吗 对于这些使用 ところ 但是可以 拿手